金老汉到七宝村来送信,说官府中的人查找鲁达十分紧急,鲁达要走,赵远未说你此时走最易被人捉拿呀,我倒有一个办法,何时你让官府查不着,找不到过你的安生日子? 鲁达说什么办法呢?提想,按说这个办法不是上策,但是事到如今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鲁达说鲁达,有什么话您就快说吧 赵远未说,离我这三十多里路有一座五台山,山上有一座文书院,这是文书菩萨道场,寺院里头有六七百名和尚吧,老主持是智珍长老,跟我们家呀是世代的交情 从我祖父那边呀,就是这寺院的施主,向他这寺院里边增识过不少的钱财 我呢,跟这位纸针长老,也可以说是交情深厚,算是忘年之友吧 前些日子,我曾许下要替度一名僧人到他的庙里去 长老呢,答应了,我呀,就花钱买下了五花度蝶 只是我到现在,还没找着一个合适的人选 既然是鲁达有这么一不难处,我想鲁达不妨到五台山上去出家为僧 就顶我那个剃度和尚,一切费用由我担当 这样,鲁达当了和尚,他官府的人还往哪儿找你家 鲁达你自己呢,也拖过了这场大难 只是,不知道鲁达愿不愿意出家呀 鲁达听了这番话,他自个儿心里边犯了和气 当年,我曾在少林寺里待过 但那不是出家呀,那只是投师学武 事到如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这人世间,又不容我安身 嘿,之后真去出家当和尚了 呃,袁达,既然如此,我鲁达就去当个和尚 了结这些麻烦得了 赵袁达愿好,如果提下愿意的话 吃不易吃,我看明天我就带你去五台山 跟志真长老商议此事 他如果要是愿意,咱就及早把这事办完 好让提侠安心 鲁达说好吧,明天就明天 这事情就这么伤病了,金老汉呢,返回了燕门县 赵原位让人连夜准备了一些衣服盘缎断皮礼物 打点了几幅担子 到了第二天一大早,让几名庄客挑着礼物 他跟鲁达呢,两个人分称两成轿子 一起购奔五台山 走到陈时已过,来到了五台山下 鲁达一看,好一座五台高山 云折山顶,雾转山腰 山峰未额,树木参天 曲曲山石鹿,生生百鸟鸣 纵纵溪中水,洒洒透临风 山凉落铺三千尺,古寺鸣钟一生生啊 正走之间,在林木掩映之下 一看见了文殊寺院 鲁达一边看着这五台山的景色 一边心里边暗想啊 嘿,真真没有想到 这经略府的鲁提侠 竟然来到这五台山上当和尚 哎,真是天不知什么时候下雨 人不知什么时候倒运啊 两城轿子到了文殊院山门之外了 停下来之后 赵元威跟鲁达两个人走出轿子来 在旁边那亭子上坐下来歇息 一面呢,让庄克去告诉寺院里的人 就说赵元威来了 时间不大 寺院里的都寺监寺来到外边 这都寺监寺啊 就是寺院里面的支撑 都寺呢,负责寺院里面的事务管理 监寺呢,负责执行清规戒律 二位一见是赵元威到这了 赶忙到里边又通禀了至真长老 至真长老亲自迎到寺门之外 把赵元威跟鲁达等人请让到他的方丈之内 这方丈就是和尚说法的地方 由此呢,对长老也称作方丈 让进来之后,各自都坐下 鲁达呀,面对着至真长老 一屁股就坐那椅子上 赵元威一看 轻轻的一拽鲁达的一成筋 把鲁达给顿过来 鲁达不知道什么事 欠身过来 哎,怎么了 贤弟,你是要来出家的和尚 不能跟长老平起平坐呀 你怎么能在长老对面就坐那了呢 你得站在我的旁边 哦,怎么回事啊 哎,撒家不知道 鲁达心想 当和尚这规矩还真不少 站在赵元威旁边了 这真长老看着赵元威 赵元威,大驾到此可是要进香吗 谭月,什么叫谭月 就是施主的意思 谭月是繁语的音 赵元威说 长老,久未见面很是想念 今日到宝刹来 一是要看望看望老方丈 再者呢,还有一点小事 您还记得我曾经 要替杜一名和尚到这来的事吗 哦,记得记得 我呀,早把这杜蝶买下来了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什么叫杜蝶呀 就是和尚出家的许可证 感情那宋朝想当和尚啊 也不是很随便的 得到官家去买杜蝶去 有杜蝶的和尚可以免征地税摇衣 杜蝶呢,又私不掌管 有时候国家靠着卖杜蝶的钱 来补充军政费用 可见那时候出家的和尚不能少了 赵元威说 现在这个人我找着了 是我的一个表弟 所以今天我把他带来 先给长老您看看 如果要行的话呢 就此让他落发微僧 哦 请问你这表弟现在何出啊 赵元威用手往旁边一指 您看 就是他 至尊长老从上到下 仔仔细细地端下了一下 这个要剃度微僧的人 不光这至尊长老看 陪在长老身旁的这寺院里边的都寺 奸寺 首座 侍者 也就是说这寺院里边的各级干部 都注目看了看卢大 一瞧这位这长相 这身旷 这气质 这哪像出家当和尚的人呢 这是一名君汉的材料 他怎么能步入佛门超脱尘室啊 至尊长老看完了说 请问 这位壮士尊姓大名啊 因何又出家呢 鲁大叔 啥家姓鲁 赵元威心想爹呀 你可别把鲁提侠抱出来 一高兴再说出全打正关系来 那你这家就甭出了 他赶忙把话接过来 啊 他姓鲁 跟我论着呢 是个表亲 说到这儿冲鲁大使这个眼色 你意思是你听我的 别在这儿瞎帮吧 鲁大一看 嗯 不说了 听你的吧 赵元威说 我这个表弟呀 是个粗鲁之人 没起个正式的响亮名字 因为他排行在掌 所以人们都叫他鲁大 赵元威心想鲁大鲁大 差不多 鲁大在旁边一听 嘿 心想赵元威 你可真会瞎编 我又称鲁老大了 其实我们家就我哥一个 赵元威说 别看我这个表弟是个粗人 但是为人很耿直 他自己经历的很艰难 看不惯人间世事 所以呢 就想要脱离凡尘 落发为僧 鲁大说正式 这人世上没有我的立足之处 我只好出嫁 赵元威说 老方丈 您看我这表弟行不行啊 赤臣长老说 哎呀 赵坦月 您送来的人 这还不是给我的寺院增辉吗 啊 这样吧 你们远路而来 天一尽五 先在这儿用下斋饭 我跟守座 尖寺都寺 这几个人商量一下 啊 来呀 快领赵坦月 几位施主 去用斋饭 这侍者 领着赵元威 鲁大几个人 去吃饭去了 至真长老呢 把这都寺 尖寺 守座 等几位负责人 都找到了一块 这就算开一个临时的紧急会议 忠心一提 是这鲁大 收不收 尖寺在旁边说了 长老 我看此人 长了一副彪悍样子 且木有寒光 脸有凶相 绝不是个慈善之人 让他来念佛做禅 恐怕不太合适吧 至真长老说 佛法无边 普度众生啊 相貌善恶不足道哉 却赵元威 乃是我寺中的老施主 那有人情面子 我们也该留下呀 守座说话 张老 我看这个人 必定是个不服管教之辈 你看他的胡子扎上着 那眼睛瞪瞪着 怎么瞅着好像个凶神一样 张老说 莫说他是凶神 他就是凶手 放下屠刀 还可以立地称佛吗 何况他又不是凶手 你说他的胡子如何 眼睛如何 你看看我们文书院大殿里的诸位罗汉的塑像 有不少不也是这样的胡子 这个样的眼睛吗 那还不都是修成正果的人吗 张老这句话一说几位没词了 对呀 人家长得跟罗汉一模样 进来就能称佛 这你还说什么呀 但是这几位嘴里边没词 心里没福啊 守座又说了 张老 既然是您看着他行 那就剃度他为僧吧 张老一听 这是勉强服从的话 心想 我得让你们大伙 由心眼里边望外敷 张老说这样吧 待我分香入定看看结果 什么叫入定 这是佛教用语 就是长老分香之后 闭目静心 排出杂念 一心静止 这就叫入定了 而在入定之后呢 就可以见到佛 有些事情呢 就可以跟佛在那商量 这佛可以指点咪金 告诉你该怎么办 这是佛教 叫入定 要是道教呢 也有这一说 不过道教不叫入定 他叫入定 他入定之后呢 见到的就不是佛了 是神仙 反正是你信奉谁 谁就来 至于说是否真来 那谁也没看着 今儿个长老说是要入定 纯属是想借着佛的微信 把这鲁大给收下来 所以这位长老说完之后 就到自己的禅房之内 点起了信箱 端然稳重 口念咒语 不一会儿的功夫 不言语了 那是入定了 过了老半天 这长老出来了 手座奸寺都寺等人 都过来问 长老 长老 如何 此人可以剃度 别看他相貌丑陋 但心地刚直 眼下虽然凶蛮 日后可成正果 恐怕你们皆不及他 几位一听得 他能成正果 那就让他成吧 我们都赶不上他 这回谁也不说话了 至于说至真长老 这篇子话是谁说的 他也没说是谁说的 好像是佛说的 其实十有八九 是他自个儿说的 至真长老见到了赵元外 告诉他 说这个鲁大 可以剃度威僧 赵元外 已经十分高兴 告诉长老 需用什么 您就尽管安排 一切开销 由我支付 长老让监司计算了一下 列出个账单子来 赵元外 取出银两 叫人买败物料 在这寺院里边 给鲁大做僧邪 僧衣 僧帽 袈裟 败剧 足足的准备了两天 长老选了一个 即日良辰 告诉明洪中 激发国 在法堂之内 聚集起来 全寺院六百多名和尚 这些个和尚 举都身配袈裟 在法座下 和掌座礼 分座两班 赵元外 取出银两 表礼 信箱 这表礼 就是衣服什么的 向法座前 施礼跪拜 表白宣书一半 有形同 由外边引鲁大 走进了法堂 这形同呢 就是寺院里边的同谱 到了法座前边了 让鲁大站住 鲁大一瞧 这法座上 坐的是至真长老 双手合十 两眼微闭 面对的是六百多和尚 法堂中肃穆安静 嘿嘿 好危言哪 法座旁边 站着寺中的维纳 维纳呀 也是繁语音 是干什么呢 就是庙里的总 维纳吩咐 把他的头巾去掉 形同把帽子给摘了 发际分完 形同把鲁大的这头发 整个抽下竹簪 披散开露 梳理了梳理 共分了九股 前三股 中三股 后三股 每一股 又都给他挽起来 这就算是准备就绪了 维纳又说了 静发 这一说静发 旁边过了一个人 这人就是静发人 有人在旁边 那端一个铜盆 这静发人 先是用剪子 把这九股长发 墨根给他咔嚓咔嚓咔嚓 全给剪掉了 鲁大心想 嘿嘿 这回撒家 谁也不认得我了 恐怕照照镜子 连我自个儿 都不认得自个儿了 接着 又用这剃刀 一刀一刀的 把这头发给他剃光了 剃了个取青 增亮的脑壳皮 鲁大心想 撒家转眼间 就成了秃和尚了 这一脑袋头发 可不是一半会儿 能长得起来的 没办法呀 接着 静发人拿着刀 又给鲁大剃胡子 鲁大一看要剃胡子 这可真有点心疼了 哎 您先切脉 静发人把刀停了 怎么意思 我跟您商量商量 这胡子留着不行吗 静发人一听 差点乐了 心想哪有静发 不剃胡子的 但是他只管静发呀 别的事不管呢 鲁大这一问 他用手望上一指 那你去问问长老吧 鲁大一听问长老 他扯大嗓门就喊上了 师父 仨家这胡子 给留着吧 原来就是个大圆脸 如今剃了头发 便是个和尚了 若再剃了胡子 那岂不成了一个大肉丸子了吗 好嘛 这句话一出口 全堂的和尚谁也受不了了 扑地声大伙都乐了 至真长老把眉头一皱 在法座上就说了 大众听计 计呀 就是和尚法师念的词句 至真长老在上面说 寸草不留 六根清净 鱼乳涕了 免得征净 给他一并涕去 鲁大也听完了 这非让我成个全途不可 这功夫他偷着眼望 旁边看了看赵元美 那一次你给我说说情绪怎么样 赵元美心想当和尚就得全剃 冲他一点头 那一次你就剃吧 鲁大心想剃就剃吧 反正过些日子 他自个还能往外长 再长出来 那我就不剃他了 我就不信你能拿这个刀 整天跟着我 追着剃胡子 不会儿的功夫 这胡子给剃光了 静发人 把剃下来那头发跟胡子 放在铜盆里边 端着走了 这功夫首座 首捧杜蝶 来到了法座之前 这首座呀 就是蒋经 坐在第一个座位的那个人 地位最高 除了长老就是他了 这就好像乐队里边 那个首席小提琴一样 首座把这空头杜蝶 捧到了长老面前 怎么叫空头杜蝶呢 这上边盒上的法号没有 还没天呢 等着长老赐法名 长老一看 又说寄了 灵光一点 价值千金 佛法广大 此名至深 这就是说呀 你的法名叫至深了 从今后 这鲁达就成了鲁至深了 这时候 盘边的书记僧 添写了杜蝶 这书记僧啊 就是在寺院里边 专门负责书写文字的和尚 杜蝶天好了 交给了鲁至深个人保存 这就是说你这和尚啊 已经登记入册了 长老又赐给鲁至深 法衣袈裟 让他当场换上 换完之后 监四把鲁至深 引到了长老进前 长老用手 给他摩顶授戒 宣读佛门的三规五戒 一要归一三宝 什么叫三宝啊 这三宝各有说法 道教三宝是精气神 佛教的三宝是佛法赠 二要归奉佛法 三要归敬师有 此月三归 不借着也须牢记 一不杀生 持杀迷戒能持否 这一问呢 受戒的和尚呢 应该答应 能或者是不能 鲁至深呢 不懂这规矩 顺口就答 撒家记得 这下子 这些和尚们 轰的一下子 笑了 鲁大回头看了看 笑什么 撒家记得不对吗 那说撒家不记得 大伙又笑了 这说就听长老又说了 二 不偷盗 吃杀迷戒 能吃否 撒家能吃 大伙想他忘不了这撒家 三 不阴邪 吃杀迷戒 能吃否 撒家能吃 四 不忘语 吃杀迷戒 能吃否 撒家能吃 五 不贪酒 吃杀迷戒 能吃否 问到这不贪酒 鲁至深可就犯琢磨了 鲁至深心想 别的戒都行 不让喝酒 这谁受得了 这当和尚怎么还不让喝酒啊 他这一犹豫 长老又问了 不贪酒 吃杀迷戒 能吃否 鲁至深说 老师父 少喝一点行吗 好 这句话一出来是全场华人 把站着的和尚乐做下四个 其他和尚全都笑的是前仰后和呀 哎呦 我的天哪有这样的 赵元外实在受不了了 他走过来 先帝 出家不能饮酒啊 这阵鲁至深也看出来了 长老在上面也不高兴了 鲁至深心想 别在这时候我得罪了这和尚头 把我再碾下山去 弄得大庙不收 小庙不留 官府又抓我 这岂不白费了赵元外和金家妇女的一片好心吗 哎 不喝就不喝吧 师父 撒家从此拔酒戒了 长老一看对这位真是没办法 这个授戒就算这么结束了 紧接着赵元外请众僧人到云堂里边坐下 分乡设斋贡献 大小知识僧人各有上赫的礼物 多次呢 引着鲁至深参拜了众位师兄师弟 要给鲁至深安排了僧堂住处挑选了佛场座处 到了第二天早晨 赵元外一看事情都安排完了 这才要告辞下山 长老以及寺中的众僧人一起往外送 走出山门之后 赵元外向众位僧人告别 特意的又把鲁至深叫到了旁边 又嘱咐他几句 贤弟这回你已经是深入佛门境地出家之人了 这可不比从前了 我走之后你自己要多多保重 凡事要多加小心 有时间我定来看你 缺少什么我自会给你送来 愿你在此好好的修炼 兄长放心 撒家知道该怎么办 好吧 赵元外反转身来又嘱咐长老以及众僧人 说关照着点鲁至深 然后他上了轿子跟众庄客下山走了 和尚们回到自己的寺院之内了 各自都去参禅打坐 送经拜佛 唯有这位鲁至深 回到自个的禅堂床上 往那一倒 他睡上了 一会儿的功夫是鼻息如雷 这一觉睡了个昏天黑地是颠七倒八呀 一直睡到吃上饭 还没醒呢 跟他同屋住的两个小和尚 一个叫法明 一个叫法光 维纳嘱咐过这两位 让他们关照着点新来的这至深 吃饭了 这得叫他呀 师弟 醒醒 吃上饭了 鲁至深这些天够累的了 这一当了和尚 松了心了 知道官府也逮不着他了 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了 多少天该睡没睡的觉都集中一块呢 小和尚这一叫他 他好不耐烦 师弟 该吃饭了 哎 你去吃你的 我睡我的 你滚我干什么 他这一横 小和尚赶紧双手喝食 啊 善哉 善哉 他这一念善哉 卤着身 啵啵叫我坐起来 嗯 什么 善菜 什么善菜 是善鱼吗 哎 黄山旧酒 那可是越喝越有啊 此正是身在禅林为和尚 不了凡臣豪爽心 我现在是你 干什么 你 快吃饿了 你 他吃饭了